好 继续再看到先议员蔡一镜则是针对光复乡的风雨计划 风冰乡的山海剧场以及售丰部落会所的土地取得合法化 希望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以及教育处能够协助乡公所来办理 先议员蔡一镜并且针对风雨计划和山海剧场的兴建 希望县府能够做好工程的进度 另外售丰部落会所的合法取得执照 也希望县府能够在一起助办理 针对我们花莲艺术家我们在文化局的部分呢 可以怎么样子来留住我们的花莲的艺术家以及艺术作品呢 这个部分有跟我们的文化局来做探讨 那此外呢我们也就在原民聚落呢非常关心的风雨计划 还有山海剧场这里呢也来跟我们的原民处来讨论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风雨计划呢 它可以尽快地来动工 那在聚会所的部分呢 目前呢很多聚会所的新建 它可能会面临到土地取得的问题 那在聚会所的部分就是 我们就找了教育处 以及我们建设处 一起来看在学校用地的聚会所 要怎么样解决它的目前所遇到的困境 像寿风的聚会所呢 它现在所面临到的困境是校园内的这个违建 处理完了之后呢 发现还有公所所拥有的财产在这样子的校园的用地上面 所以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再来努力的地方 那也希望呢 乡公所呢跟我们的县府呢一起 呃共同的努力 然后让我们寿风乡的聚会所呢 的土地的取得的困难可以降低 所以针对捕风抓舌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呢 全国22个县市里面呢 已经有17个都已经 呃这个业务委外哦 来来办理哦 就是不然就是回归到我们的农政 农业相关的呃 主则单位来做办理 那目前呢 我们花莲县还是由消防单位来做办理的 那知道呃 我知道说我们的县长呢 在当立委期间呢 是非常的力挺说 这个业务要交由我们的农业相关的单位来办理 那呃刚才呢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呃县长呢 也回复了 也认诺了说 呃明年开始呢 就是会从 会由我们的农业处 来 来 规划办理这样子的业务 然后也会跟我们的中央呢 来申请经费 所以呢 我们也期盼呢 在这样子的呃 业务的转换之下 我们消防队员呢 能够呢 有更多的心力 呃在执行业务之余呢 还可以再精进自己的教育的训练 然后呃 不要说有很多的呃 时间上面呢 都都被绑住了 我们先前呢 有举办这个全民运 那在这当中呢 我们在运动赛事的投保呢 县长也有提到 他会在未来呢 在选手取得 选手身份的时候呢 就会呃进行投保 那今天呢 就这个部分来跟县长做讨论 那也期望呢 县府呢 尽快的拟定 呃未来的一些规划 例如说预算 以及我们要如何的呃 什么时间点 可以开始为选手保险的 相关的细则规划 尽快的完成 因为我也知道县府 现在也在争取2022的呃 呃我们的全中运 那在这个月份呢 也会有我们的 呃全国的这个 这个龙州赛事 在我们的礼遇坛举行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提供 运动选手更多的保障 现在许专人表示 华丽政府对 部落就会所取得合法化 除了县府努力之外 更需要三郑市公所的配合 也希望大家共同一起来努力 记得喜欢华师伯老